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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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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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还不脆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拿回来的时间太久了 我觉得跟这个没关系啦 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点炸生蚝 我带回家吃还是脆脆的吃 它只是凉的 它不会是这个 因为感觉它没有炸好 就怎么说这样 它稍微炸一下 其实里面那个面粉好像还没有炸熟 对 绵绵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讲 一坨东西 对 给了两分吧 就那样 这样都还炸不好的话 它因为它一大包买过来 它已经是包好的 它肯定又给你包了一点 它也裹粉都是已经裹好了 对啊 对 它只是油炸一样 这粘成做成这样我会是福气 我以为它是冻的海力然后来去裹 那我们自己炸的还好吃 对啊 我就觉得我们自己炸的还比较好吃 两分 对啊 相当心比较两分 招牌 煎饼果汁 煎饼果汁来一套 为什么它没有酱 我觉得它薄满 我以前在国内吃那种煎饼果汁 它都是很薄满 它是好薄一笔 因为它没有味道耶 它没有给酱料啊 但我又觉得很奇怪 不幸翻来说里面都会刷酱吗 里面都没有酱 不是应该有甜味 甜面酱那些的吗 我吃不出味道啊 没有味道 完全没味道 而且也不想吃了 一分吧 一分 对 我把这个 我弄完了才吃 它的饼皮也不醉 它这个 饼皮是软料的 不香 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它的这个外面那个加蛋的这个 饼皮很都是加巴巴的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它的饼皮也没有刷酱 它一般来说应该要刷比较浓厚的酱 它的身差也是 它没有三个之前在偷试的地方买给我吃的好 我感觉只有给你一分 果然就是什么都做一点就是不惊你知道吗 是怎么过得了关的 你是怎么过得了自己良心那一关的 而且它卖十几块钱 天是没汤的 没有味道 我感觉我挺喜欢这个 你们说特别好吃的 是对比其他的来说 对 我觉得它这个挺好吃的 它这个我可以给个四五分吧 我可以给个五分吧 我刚才没尝出味道来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挺特别的 因为它也不是汤 但是它也不会很干 就是乳粉嘛 就稍微的 像半粉 半粉的那种 挺有口感的 它的料挺多的 你可以配合它吃就更多 但是我吃的就还蛮辣 四分吧 我应该不会点 好干 我觉得我可以给个五分 它以前它的料还挺多的 有点甜甜的那种牛肉的感觉 这个好像超市买的那种 速冻的回去热一下 它牛肉好干 没有我想说 因为它们也算是日餐嘛 对 然后我想说那点它一个日式的东西吧 因为你们俩都会点过一个 没想到 它真的真的好干哦 我的天哪 我觉得超市卖的都比它好吃吧 这个我自己的 我也不吃 不知道怎么给 不知道怎么给 不知道是 你那个我也只给个衣服 真的太 我给个两分吧 味道还轻 但是牛肉是真的就是不载定 这怎么说 给个两分 但是 其实在家里 买那个速冻包就能不 速冻完全可以达高这个效果 你可以试试牛肚然后再试试 我就试试牛肚 怎么说我这碗 好多味精的味道 它牛肚没有很Q糖 它不是牛肚应该是 有嚼劲的吗 它这好像一咬就 没有 那就可能煮烂掉了吧 没有可能煮烂掉 而且它这个汤是完全没有任何深度 很像泡面的那种 对 真的是泡面 加点味精水 跟那种很淡那种辛辣面的那个汤味 就一样 对 我没有想到原来 Sophia给的那个是最好吃的 对 毕竟Sophia已经踩了踩了那么多次了 也该好好的对待一下 我这个的话 两份吧 我一份吧 反正我不会点 我觉得大家吃个辛辣面挺好的 对 它这个汤就完全 别的地方还好歹会用个骨汤做一下 是的 对 它这个完全就不是不可能是骨汤 它就是水加一点那个味精粉 整家电 虽然我们去吃的时候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对但是没想到会 对我觉得你们要专心的做好每一个 每一个东西 你要做好一个 难怪它这个做不好 然后又去换 换另外一个 然后又去换另外一个 它这样换再多也没用啊 它做不好就是做不好啊 两分吧 就这样 我也给有两分吧 其实怎么说呢 它味道没有说做的很差 但是就是觉得它没有在用心做每一样东西 嗯 我觉得它每样东西都做的很随便 它就觉得 哦 我也什么东西都 都卖 什么东西都卖一下 挣到钱就好了 怎么会有人买的 我应该就也会做 反正不会有回购 我打死我都不会再吃 这里全部 最差就是这个煎饼锅 对 因为它真的没有任何味道 它饼皮没有味道 嗯 然后它酱料加的超级 怎么能这么口门呢 酱料都没有 一点点 你看就这里 你看黑的这个 一点点 我又被打劫了 我们三十五期有被打劫 二十七吧 很难过哦 我把水花小小打架瓜 吃饼香奶茶吧 它到底叫丑茶还是爱茶人来的 我来把茶匙 还没喝吗 黑芝麻豆豆茶 黑芝麻是蛮香的 但是它豆豆是从何而来的 就是里面的那个脆薄薄嘛 其实黑芝麻是蛮香的 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的脆薄薄 好像只有他们家有那黑芝麻的东西是蛮好的 因为其他奶茶店基本上我没有看到黑芝麻的东西 如果我看到我一定会点 因为我 芝麻爱好者 No.1 我看你像黑芝麻的 还挺黑的啊 你礼貌吗 没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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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 枝枝 没有味道 你这什么眼睛 你这叫少糖吗 这叫少糖 反正这50糖 还不是30糖 那没味道 刚刚那眼睛真的很大 我还在喝水 它口味是最大的那个 它说没有味道 真的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它茶是茶 是我喝不出木瓜的味道 它奶奶是咸的 好咸 其实说实话 它是黑芝麻挺香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烧甜了点 不是 喝多了会腻 就我喝 我起码会半杯我就腻了 我这杯是真的甜到我想死 它说不能少糖 对它那个不能少糖 而且它有加那种 肯定是有加那种很甜很腻的那种果酱 那么就是果糖 哎呀我的蛋碎了 我超甜 为什么不能做少糖 为什么不能做少糖 真的太甜了 我真的 而且它是那种很腻的很甜 它还不是那种 来自于那种水果的清甜 它是很腻很口 它也不会这么腻 你知道吗 它应该是果酱吗 果酱 柠檬果酱那种 腻甜腻甜的那种 我觉得这杯我顶多 顶多给它这 2分 没有因为我是中和一下 就是中和一下底子 跟它 你就黑芝麻我就开心 它真的是真的没有味道 黑芝麻这个我可以给它的 6分吧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 它们家算是独家 而且味道来说的话也确实不错 因为它的木瓜是完全没有味道 没有2分吧 你说茶的味道也就算 也没有茶味 没有茶味道 很淡的茶味啦 如果你对比于它的木瓜 还是有的 你不告诉我就是一杯 木瓜吧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杯是什么东西 你给多少分 来自灵魂的拷问 我真的想给一个 沙冰类的 我再怎么难喝 我都没有试过 就没有味道 就你们肯定会很奇怪 为什么奶茶会没有味道 它就真的是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真的没有味道 真的没有味道 我觉得它跟清水差不多 其实 集中了第二次了 来吧 来吧 到我抽了 不要我们好像已经连着 踩了两栖的蕾了 还两栖吗 还两栖吗 我看你家我就没做 不要这样 抽一下吧 短短短短 就脸就蜜蜜 咚咚咚 佳佳海鲜 其实在哪里 就在我家里面 就在那个卫中卫隔壁 有没有鸭舌 有的 有 基本上 粤菜类肯定有这个东西 是我朋友他叔叔拍的 可以 起碗不会踩雷 可以什么 我说的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朋友 我就是那个朋友 他说他的地球多牛逼 我只是说不要抱太大提问 因为他自己说过不怎么 我的心好冷 我从来说这些都是有目的 是不是我唱什么 你都拿避开改造正确的那个下一句 然后唱你的 不是这么唱吗 这个歌 真的是 你还唱 我还是Sara的 I'm sorry 我可能是中华小企固吗 他是改编一个韩文的 他硬拗 等着你来疼我的天哪 到底是有多卑微 才会写出这种歌词 你为什么用这个眼神看着我呢 又不说你做 狗都不谈 狗都不谈 你可以吗 现在这里结束了 记得点赞 加关注啊 拜拜